江苏须宜县京县一座水下皇陵 经过专家前期勘探 发现这座陵墓建于明代 并且墓主和明代开过皇帝朱元璋有关 这一发现给考古界和史学界一个重磅炸弹 因为明代16位皇帝中 只有建文帝朱允文的陵墓尚未发现 难道这座水下皇陵就是朱允文的陵秦 陵墓中还保存有文物吗 时间来到2011年 一场百年难遇的旱灾席卷了南方地区 洪泽湖边上的虚仪县也不例外 湖中的水位更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虽然水位下降更利于捕鱼 但是这场大旱仍就是弊大于地 一天正在洪泽湖中捕鱼的渔民正前往湖中心捕鱼 当天风平浪静 阳光明媚 突然他发现湖中多了几块石头 将船开过去一看 是几块表面发青的石砖 经过一番思索 他决定将消息告知考古研究所的专家 随后专家跟着老乡指的方向 来到了石块的位置 经过近距离的考察 专家心中有了两种猜测 一种是古代时期的城墙遗址 另一种则是古时候建造的某种公式 经过一番思索 首先排除了城墙遗址的推测 因为城墙一般都是笔直延伸过去的 眼下的石块则像是沿着某种地势伸展开来 经过更细致的排查 石块组成的形式更像是一个堤坝 但是问题来了 这座堤坝是在保护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在湖中央 经过一番走访 专家来到了一处神奇的遗址 之间这片遗址设立了九个拱门 并且整体都由汉白玉砌城 根据村民口中传述 这块遗址很可能是传说中的明祖陵 也就是朱元璋高祖 曾祖祖父三代的陵寝 但是皇陵的选址 一向是重中之重 特别要求与水相隔 因为论谁都不想将来自己的陵寝泡在水里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将明祖陵建在水中呢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我们看着的 施奉秀宇在这个明祖陵的中断 到这边是不是到这就截止了 我能露出来一切伤美术 小团 为自己是道德的妙计 曾苏须仪县 惊陷一座水下皇陵 经过专家前期勘探 发现这座陵墓建于明代 并且墓主和明代开过皇帝朱元璋有关 这一发现给考古界和史学界一个重磅炸弹 因为明代十六位皇帝中只有建文帝朱允文的陵墓尚未发现 难道这座水下皇陵就是朱允文的陵秦 陵墓中还保存有文物吗 专家为此查阅了明史 上面记载整个明祖陵 共修筑有三道城墙 最外层为土墙 全长三千米 中间为砖墙 共长一千一百米 最中间为皇城 陵墓前神道两侧 共助力二十一对石像生 由南到北排列八百五十米长 规模宏大气派十足 历代帝陵的选址都有极高的要求 因为历代皇帝们认为 祖陵是龙脉骑驶之地 承载着整个国家的国运 就拿青东陵的九凤朝阳山来说 曾经是雍正皇帝亲定的陵址 但是在后期发现 当地的土质稀松 特别容易涌入地下水 为此雍正直接放弃这个风水宝地 由此可见 历代皇帝几乎都把皇陵的修建 视为关乎王朝兴帅的要事 朱元璋肯定也知道这一点 不然就不会修住一道堤坝来保护这座灵寝 专家仔细勘察了周围的地势 得知这座灵寝并非开始就建在水下 而是在后期地势变化之后才被淹没的 那么这座灵寝被淹没之前 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 众所周知 朱元璋是穷苦出身 家中的祖坟就是个小土堆 朱元璋的爷爷 也就是朱初一 在街上偶然碰到了一个道士 那道士随口说了一句 葬在此处子孙称帝 于是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 就按照朱初一的遗愿 将他葬在此地 果不其然 朱元璋果真就成了明代开国皇帝 在他称帝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翻修祖坟 并且命令太子朱彪监督修建 总耗费三千万两 在原有的基础上修建了奢华的明祖陵 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称帝 全凭借着祖上的庇佑 但是朱元璋做梦都不会想到 当年的一个小水蛙 竟然会将祖坟给淹了 这一切都要从南宋时期 黄河夺怀说起 江苏须一县 惊险一座水下皇陵 经过专家前期勘探 发现这座陵墓 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 这一发现给考古界和史学界 一个重磅炸弹 因为明代十六位皇帝中 只有建文帝朱允文的陵墓尚未发现 难道这座水下皇陵 就是朱允文的陵秦 陵墓中还保存有文物吗 当时的洪泽湖 不过是多个水蛙的河称 别名九岗十八蛙 明祖陵虽四面环水 但不至于被水淹没 这一切的罪鬼祸首 要从南宋时期的一名边关首将说起 南宋建言二年 杜冲为了抵御金兵南下 掘开了黄河的堤坝 导致黄河改道 大量的黄河水卷携着大量泥沙流入淮河 是称夺淮入海 时间一长 泥沙抬高了淮河的河床 每到大雨季节 黄河洪水和淮河洪水侵入九岗十八蛙 每个小水蛙连接起来 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洪泽湖 黄河和淮水交界处的清河口 积拥了大量的泥沙 导致淮河水持续上涨 原本抵御洪水的高家雁多次溃堤 而一旁的明祖陵也没能幸免 每到大雨季节就会被淹没几次 由于此地是龙脉所在 明朝后世的皇帝都不敢轻易牵制 只能不断地设立更高的堤坝 这样做的后果 则是进一步抬高了洪泽湖的水位 据专家推测明祖陵完全淹没的时期 是在康熙年间 直到这次百年难遇的大汉 这座在水里沉睡了几百年的明祖陵 在终于呼吸上一口新鲜空气 专家经过现场挖掘 发现黄陵被淹没的深度超出想象 泥沙裹挟着石块 在当时进行发掘根本行不通 所以明祖陵的挖掘工作被暂时搁置 考古人员选择将明祖陵保护起来 在周围建筑了堤坝 将明祖陵从湖水中隔离出来 经过大量时间的清理 明祖陵不仅恢复了往日的气派 并且再也不用担心被水淹没 最终得以让世人观摩这座奢华的陵园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